这个女人到底有多疯狂 为了西安的男人 她可以疯狂到杀亲室友 在卷入名为《未来日记》的游戏中 获得预言的超能力后 她的病态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男主雪辉已经被油奶控制着 她被禁锢着 吃喝拉撒全游早已病态疯狂的油奶掌握 雪辉不言不语宛如一具尸体 为了让《未来日记》预言的7月28日 可以跟雪辉结合 她不想让任何人打扰 但好友突然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通过《未来日记》的摄像头 对油奶说话 她说自己找到了油奶 埋在家里的三具尸体 两具也是无头 一具也是玩好的 而头颅正被油奶随身带着 至于那具玩好的尸体 秋来想要继续质问油奶 油奶就像受到刺激一般 忘记了刚才的对话 随即油奶加大了瓦斯的放出量 在绳子的攸关之际 高板突然成为见习日记持优者 她根据手机记录的方法逃了出去 并且来到了油奶这边 通过谈判 她拿到钥匙 救出了秋来和真央 自己却被油奶投袭 小腿中剑 不过雪辉却在这时候清醒 还拿到钥匙 将自己解开 她的知晓油奶做了所有事后 愤怒地抛下了油奶 转头跟大火走了 而雪辉的日记也预知 她会被八号日记持优者的下手抓走 因此 秋来等人决定帮助雪辉 一起渡过难关 于是雪辉藏进了高板的家里 开始不知陷阱 但是油奶的不请自来 打乱了他们的行动 在请求油奶的病态后 他们决定让雪辉先稳住油奶的情绪 而来攻击雪辉的敌人 是一对情侣 小癌和马克 他俩都很能打 纷纷纷纷的就从进了大宅 将油奶和雪辉逼到小哥楼里 这只落小雪辉慌了 只能无奈解开绑住油奶的麻绳 而油奶就喜欢雪辉 没有他不行的落小模样 他拿着小刀随意地挡掉对方的匪刀 油奶一连就钳直住了二人 但最后双拳 难敌四手 还是败下阵来 马克分钟地问雪辉 为什么会像个爷们一样 出来保护油奶 但雪辉只是哭着说 因为自己太弱了 最终雪辉和油奶这些鸡被夺揍 马克他们没有立刻杀死雪辉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两人并不是坏人 而当雪辉在医院醒来时 油奶还处于昏迷状态 雪辉的父亲天野九郎 突然来医院看望雪辉 恰好撞见的民音 正在帮助雪辉做康复训练 见到父亲 雪辉内心很感慨 她是想和父母复婚的 但父亲在外有太多债务 所以这个梦想只能是奢求 不过父亲相久违的重聚 还是让雪辉很开心 油奶也醒了过来 继续默默地关注着雪辉 然后偷偷关注的油奶 却发现天野跑回了雪辉的家里 原来她的债主 让天野去销回雪辉的手机 事成之后可以将负债一笔勾销 所以油奶想要当着雪辉的面 杀了天野 可却被阻止了 油奶跟他说了原味 但雪辉怎么都不肯相信 叫做这时马克打电话 让油奶和雪辉把天野带到鹰见他 三年来到了塔利 马克和小爱穿着婚纱 马克想要逼着雪辉 像个男子汉一样跟他打一架 雪辉为了爸爸却是出手了 但格斗能力太弱 可没想到天野 趁马克不注意 竟把桌上雪辉的手机给摆断了 那一颗雪辉很是绝望 然后被摆断的是假手机 真手机在捧花里被油奶抢了回来 不过整座塔突然在晃动 原来是有人引爆了炸药 其实在小爱很小的时候 那被家人抛弃在这阴间打之中 是同样被抛弃的马克捡到了他 带着他一起生活 所有两人朝夕相处一起上学 无时无刻在一起 直到有一天 班上的女生看小爱不爽 以马克的名义把他交到飞机仓库里 结果小爱被一群男人给威胁了 等马克赶到时 他被同意觉得大打出手 这样虽然打赢了 可是已经挽回不了事情的发生 马克愤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小爱 想要自杀 却被小爱阻止 与这样的约定 从此互相保护彼此 直到世界终结 现在硬件他正在爆炸 他的身体已经被钢管自钻 但还是拼尽力气 创造出一条生路 可假如中秋先行一步了 两人没能一起成为神 但一起死 也算永远在一起 所以马克放弃了这场游戏 索要将将奥散 给了雪灰他们 是由奈又一次全程保护着雪灰 可这个病态的女人 到底为何家里会有三具尸体 这还得从一年间 由奈且想要成为雪灰妻子的愿望后说起 雪灰一度成为了由奈的精神支柱 她开始跟踪和疯狂的爱着雪灰 就连雪灰要跟别人告白 都要百般阻挠 但其关键的原因 还是因为游奈的父母 他们对游奈的要求高到离谱 一旦有不满足他们要求的情况发生 游奈就会像狗一样 被拐在笼子里 有一天 游奈想要让父母感受这种屈怒 于是用安眠药控制了他们 可是等游奈回过神来 父母已经在牢笼里被关了一个月 所以游奈家的餐具尸体 其中两具 就是她的父母 现在距离7月28日的预言 可以跟雪灰结合 越来越近了 而雪灰的日记里 也写的是爸爸杀了妈妈 当晚 爸爸回家后 雪灰就劝他自首 可天也却并不承认 所以在第二天 雪灰跟从爸爸一路来到了神社 却发现父亲已经悔改 他想和雪灰看一次星星 来完成当初的遗憾 就去复兴 然后重新开始 然而 一柄飞刀凭空出现 父亲就这样被面前来的人 给杀了 这一刻 雪灰崩溃了 怨恨使他拿起刀抵抗 利用日记杀了攻击他的三个男人 而游奈也及时出现 雪灰在这个时候 第一次有着做神的想法 他想做神 附和自己的家人 目前 日记持有者还剩下五个人 雪灰通过这几天的调查 发现了第十一位持有者 是市长 还有一位是孤儿院的院长 上下下窗 市长利用自己职权时的孤儿院解散 于是雪灰和游奈 趁其拉拢下窗 使其成为盟友 下窗的日记 是争执日记 可以变出多个下属 每个下属 拥有不同的功能日记 再拉拢了下窗 就意味着拥有了众多的主力 几天 雪灰和下窗等来埋伏 结成了同盟 市长的车又阻断手机信号的功能 在优奈突袭下 下窗那些失去手机信号的下属们 都被杀了 随后 下窗被市长的车给救走 雪灰和优奈开展了生死角逐 男和优奈通过雪灰日记 看到他家里的第三具尸体 被秋莱验明的身份 竟是优奈本能 不过市长的车 正好被雪灰强行停下了 优奈持枪对准市长时 迷衣和秋莱赶了过来 秋莱说出了尸体的真相 意味着现在的油奶是猛牌货 虽然雪灰很震惊 但是他还是没有抛弃油奶 两人选择暂时性撤退 放弃对市长的追杀 而下窗和市长合作了 市长那下窗的日记 与整个市所有人的手机连接 瞬间整个市的人 都是日记持有者了 在连接期间 明英拼命地想要阻止 就连西岛也帮他 西岛早已爱上了明英 先是拿了戒指跟他求婚 为了明英 他找到卖开枪 但最终就没能阻止市长的疯狂行为 当晚 高版他们也加入了西岛的行列 一起帮助明英 要去摧毁在市长办公室 连接市民手机的电脑 谁能告诉明英 市长是为了日记的创造者 可以看到其他所有人的日记内容 虽然明英通过假日记 扰乱了市长 但终究是百命一输 西岛中枪了 为了他又中了M枪 明英的右手也被炸没了 穷头末路时 一路跟踪过来的雪灰和油奶 开始疯狂杀人 接着 油奶拘救被保安抓到的高版三人 而雪灰和明英一起去找市长 市长藏进了油奶 父母银行里的密室里 这里有双重门 第二重门的密码不知道 不让明英突然要杀了雪灰 为雪灰对西岛的剑死不救报仇 明英的父母死在中东 他从小在中东摸爬滚打地活下来 早已见识人世艰难和冷血 复佛父母这件事 他不认为雪灰可以做到 在两人对峙中 雪灰找到机会将枪对着明英 可终究不忍心开枪 短暂的犹豫 让明英夺夺的先机 雪灰被迫无奈开枪了 回想自己的过去后 明英决定用自己身体里的炸药 帮助雪灰炸开这第二道门 在他死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这时他才知道 自己也是渴望被救赎的 然而明英的自曝并没有炸开了门 等油奶赶来 却让雪灰先去毁掉 控制市民的电脑 而油奶则通过眼睛扫描 打开了那扇门 杀死了市长 市长从头到尾都认为 这个油奶是假的 可到死之前 他不得不相信 眼前的油奶 他真的可以利用 视网膜检验而打开了大门 毕竟这是用来妈妈上班的地方 后来秋莱也见到了神 这时神却告诉他 他是被神创造出来 记录这些持有者情报的记录者 现在他要被销毁了 不过秋莱并没有被神销毁成功 因为他事先与下窗的日记连接 拥有了自己的日记 成功活下那些秋莱和雪灰他们碰面了 秋莱拖住了油奶 而雪灰独自去追逐下窗他们 这是秋莱的计划 他要让高板他们告诉雪灰 就算变成了神 正好油奶打来电话让雪灰一定得坚定想法 雪灰相信了油奶 杀死阻拦他的人日向真央和高板 不过秋莱和油奶也赶得过来 秋莱当着油奶的面亲吻了雪灰 激怒了油奶 未来日记上写着油奶被杀死的 现在却变成了初莱死 秋莱白思不得其解 他在被众生前破坏了油奶的日记 可是油奶却并没有死 秋莱拥尽最后一次生命走向雪灰 告诉了他油奶已经当过了一次神了 他跳跃的时间从一周末回来 这个信息量特别巨大 随后雪灰日记写到 28号是世界末日 194天后 雪灰和油奶着一起相处 但他一直在怀疑油奶会杀了他 最终 他决定在最后日子里 好好去爱一直在注视着自己的油奶 两年在27号提前结合了 然而当雪灰询问油奶 关于当过神这件事时 油奶却突然攻击了他 时间的家手 目睹目睹找到了雪灰 告诉了他真相 在一周末的世界 油奶和雪灰打败了所有的日记持有者 随后两年一起嗑药殉情 结果油奶假死 他变成了神 想要复活雪灰 却发现根本无法复活 于是一周末的油奶回到了过去 也就是所谓的二周末 他杀死了二周末的油奶取代了他 帮助二周末的雪灰一路走到了现在 现在油奶想要再杀雪灰 然后再变成神 再回到过去继续陪雪灰 他想这样周而复始下去 因为雪灰下不了手杀他 而他怨恨这个不让他跟雪灰相守的世界 在雪灰冰死之际 却被冥英救了 原来明依没死 而在爆炸之前被神给救了 神将于败的能力给了他 让他帮助雪灰 阻止油奶和目睹目睹循环这个游戏 明依跟雪灰去追油奶 来到三周末的世界 这个世界一切都还未开始 油奶突然决定把二周末的雪灰 安置在他创造的雪灰 所期望的理想世界里 然后自己再去跟三周末的雪灰 重新开始 不要同何时期 一直利用油奶的雪灰 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油奶想要杀死三周末的油奶 却发现这时尚且连幼的油奶竟然还喜欢着爸爸妈妈 突然 他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扭曲的呢 油奶的自我怀疑导致了整个因果律的变化 很多的命运由此改变了 例如夜春察觉到信徒叛变的信号 还有理由父母没有加入夜春宗教 被卷入争斗等等 而雪灰在完美的梦中世界 喊出了不能喊出的油奶名字 一旦决断地选择了油奶 他抱住了油奶 而用了雪的自杀 雪灰成为了二周末的神 而三周末的小爱怀了马克的宝宝 油奶跟家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里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好 而雪灰成为二周末的神已经很多年了 他的日记停留在油奶死的那一刻 他的世界从此变得灰暗 可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油奶并交到了极致 但这份爱难道不能永存吗 三周末的神出手了 原来三周末的油奶还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总感觉生活中少了什么 但说不出 不过有一天他的精神真的来到了神界 在酋爱和二周末的名音帮助下 油奶见到被囚禁的一周末 乌乌乌乌乌 从她的身上获取了一周末 油奶的所有记忆 最后在三周末神的帮助下 打破了时空 来到二周末见到了雪灰 故事结束 片名 未来日记 整体是一部很悲情很黑暗的动画 但是结果的初见 还是在黑暗中记忆了一片美好 所以我想说点 让大家不那么压抑的设想 那就是三周末的雪灰 好可怜啊 莫名其妙就少了一个追求者 不过好在三周末的雪灰 也跟自己那个告白的女孩在一起的 而如果二周末的雪灰 利用神的能力去开办后宫 三周末的油奶看到后 又会是怎样呢 当然以上都是玩笑 我承认我羡慕油奶这样的爱 虽疯狂 但人生都遇到这样的爱人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